熱播劇同時愛上你一眾演員 像高海玲、張鎮隆、胡峰、袁文傑、楊卓娜、尹斯佩、黃建東、 歐明廟等理日出席商場活動為劇集造勢 活動中一群演員還一起為鎮隆慶祝生日非常熱鬧 高嶺在劇中飾演意外失憶 變回心自自得8歲的小女孩 搞笑又誤造作 而且和拍檔鎮隆的感情線亦sweet到爆 非常入戲 獲觀眾大讚演技 兩人都很開心 很開心大家的反應是這樣的 的確有很多網民、觀眾都會說 首先他們會喜歡丁哥和彤彤的互動 都是很可愛、很有趣 然後到現在正式拍拖 大家會覺得很sweet 而且我們濃縮了版本 我們差不多不多的拍拖戲 但一集中發生 大家會覺得沒有一集 一集突然甜到 我們去演的時候 我們沒有特意想到 我們要很sweet 或者很甜 比如前幾集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 是一樣很甜的東西 始終都是同一集 想不到剛才你說的 原來都會有少少的感覺 我覺得都很好 而高嬰近日在內地節目中 剛好又是拍著鎮狼 扮演楊過和小龍女 重演武俠經典的場面 馬上掀起網民討論和力讚 不過當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有網民懷疑高嬰買打手給like 高嬰隨即留言反駁 而這日他都很想回應這件事 每一個造型 或者每一個角色 都一定有人喜歡 或不喜歡 他剛好說 他見到一些人 說我的小龍女造型 很漂亮很鮮 他就說 其實小龍女好像不是這樣的狀態 小龍女應該是比較冷冰冰 他問他 你是不是買粉絲 或者買留言 我便跟他說 我沒有 我都不介意他給我這些意見 但不要用他的心態去揣插我的行為 因為我沒有跟他說沒有 除了兩位主角引起關注 袁文傑一改暖男形象 大玩工心計 劇中和飾演父親的收歌 鬥餐死 亦令觀眾看得很肉緊 不過私底下 他們不知幾friend 還一起講播經 演戲的東西 不要緊的 演員 我們之後 又不是好friend 我們根本簡直就是 這個 球壇至尊 我們簡直是一個資料庫 關於足球的東西 他又非常之相 怎樣說 非常之熟 就是這樣說過境 活動上 還有潘正文和孫漢林 現場獻唱主題曲 日前老友連者林坤年 推出處女作 Sherman和火雞 亦透露自己 都即將有新歌推出 我錄好音 只欠MV 可能八月頭 希望可以順利地拍了 希望八月中 或者八月尾就release 你也準備了新歌 我錄完音 拍都拍了 只欠剪 剪完 應該就 可能出到街 將會 我錄成 一條 八月 八月 五個 六個